佛法中提到的感应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佛法的信心 纵观过去的历史至今 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瘟疫 去年的诸年 我们知道说去年诸年的农业 农历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这个惠座猪瘟了 那么这个惠座猪瘟我们知道说 起源于中国大陆 那今年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疫情 也是起源于中国大陆 那跟我们这个岁次庚子年 还有去年的诸年 包括今年的蜀联 它的关键性是有怎么样一个关键性 我们知道说诸年 它就是十二生肖是在最后的一个生肖 那么 蜀年就是十二生肖第一个生肖 那庚子年 庚子年 庚如果 以这个东西南北方向来讲 就是一经八卦的五行方位来说的话 庚子年 它正好是属于 庚是属于西方 也就是说 甲乙丙丁是属东 甲乙是属东 丙丁是属佛 庚心是属金 那么庚心属金的时候 这个 它代表白色 所以在佛经里面 我们有谈到 东方 欧处火 清色清光 南方保身火 赤色赤光 西方彌陀佛 白色白光 可以分为 就近法门 方便法门 和感应法门 其中的感应 最重要的 还是来自 对佛法的信心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